热点时评 公正评价习近平 夏 一报中共二十大专栏评论 作者 慕古陈忠 播讲 夏秋年 六 习近平的路能走通吗 有分析人士指出 习近平的红色帝国道路 显示了一个大国统治集团的知识水平是何等老旧 对世界大势的把握是多么的失之千里 对自己的自信是何等盲目 对未来目标的设计是何等的浩大喜功 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是何等的自私自利 无论经济还是民心都已经支撑不了这个梦想的实现 红色帝国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 并且是极有可能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的 我赞同这个判断 理由如下 第一 中国已不具有极权主义的历史背景 极权主义的产生 一般来说与国家民族危难 魅力型领袖和民众被长期宣传洗脑的历史背景 有着密切关联 但今天的中国 这些都已不存在 习近平用百年前西方列强入侵中国 来唤醒中国人民族苦难感很难 因为今天中国人生活在和平年代 且相对富足 模糊的历史记忆和多年来众多学者对百年耻辱真相的客观解读 已经消解了中国人救国图存的激情 习近平的权力继承于前任领导人胡锦涛 这决定了他无法达到毛泽东 邓小平那样的威望 40年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国人民智已开 官方谎言欺骗很难 正如徐奔所言 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 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 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 听谎者心知肚明 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 双方煞有介事的玩着半傻游戏 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 第二 中国经济无法支撑他的帝国梦想 中国固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停滞期 亟待进行结构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 习近平的九年执政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危机 支持中国经济崛起的民营企业已经难以为继 总之中国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支撑 习近平的极权主义红色帝国梦 经济学者程晓农指出 过去二十多年里 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 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 不可能再复制 因此那种繁荣也是一次性的 绝无持续的可能 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又积累了一系列 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 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 首先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 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税收 今年6月4日 中共财政部下令 地方政府的售地收入将改为税收 由中央财政掌握 今年7月1日起 现在户、浙、济、内蒙、碗、滇等省市施行 明年1月1日起 全国统一如此办理 这个中央财政因缺钱而采取的措施 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个致命打击 地方政府为基础建设和开发房地产 所发行的巨额债券将无法偿还 会引起证券市场的震荡 其次 中央财政的上述政策还将动摇房地产市场 商业银行已有巨额资金投入土木工程 或成为买房者的购房贷款 银行非常害怕房地产泡沫破灭 否则银行的坏账会急剧上升 殃及银行的安危 再次 高房价已经把工薪阶层挤压的节衣缩食付房贷 而年轻一代仅凭节衣缩食也很难买房成家 同时 很多行业因为不景气而大量裁员 留下来的员工也减薪 所以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在下降 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 老年人的消费有限 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 使得十几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再也无法拉动经济 房市、财政、银行纷纷陷入吃紧状态 不但经济繁荣再难重现 而且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体现出来的经济困难 日复一日的加剧 中国经济上的好日子就这样终结了 今后的中国经济前景 再也无法与那两个景气年代同日而语 通货膨胀高企和实体经济每况愈下 将成为新常态的新特征 现在大陆部分年轻人开始流行的 躺平生活模式 即不求职、不求偶、不结婚 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最低档次的生活 在相当程度上正好反映出 他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第三、没有民意基础 2013年4月15日 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 推出的网上民意调查问卷名为 信心、信念、信仰调查 该项民意调查的内容共分四项 一、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 加快推进改革 二、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吗 三、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 您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吗 四、您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 每个分项下有四个选择 A、完全赞同 B、赞同 C、不知道、不清楚 D、不赞同 北京时间4月15日下午20左右 人民论坛该项调查结果与投票网页全部关闭 关闭前投票结果显示 一、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 加快推进改革 选择不赞同的高达75.4% 对二、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吗 选择不赞同的为82.33% 对三、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 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吗 选择不赞同的为83.85% 对四、您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 选择不赞同的为81.32% 经济学者何清廉指出 这次民意调查从自信心满满开始 以惶惶顿趣告终 充分说明 中国执政集团与为其服务的宣传系统 已经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治暴力系统 无论是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 还是对中国的真实民意已经缺乏基本认知 甚至愚蠢地将自己营造出来的民意当作真实民意 这次难得体现民意的调查显示 大多数中国人认同普世价值和主张宪政民主改革 习近平重返极权主义和打造红色帝国 没有民意基础 有意思的是 2020年7月8日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R10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 发布最新研究 理解中共韧性 中国民意长期调查 显示2016年 中国人民对中共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 创2003年该调查进行以来新高 但该中心忽视了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 是用脚而不是用嘴表达他们真实想法的 第四官僚集团躺平 习近平上台后下手最狠的就是官僚集团 整得官员们官不聊生 2009年至2016年8年间 共243名官员自杀 其中过半选择跳楼 其余的自杀方式分别是上吊 服毒 失踪 开枪 撞火车 溺水和割腕等 十九大后 人们发现中共腐败并没有减少 相反更隐蔽也更严重 贪腐的原因固然与官员们的堕落有关 但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使然 习近平不改变制度 而仅仅严惩贪官 就类似于养猪杀猪 2018年8月26日 中纪委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该条例可谓言行俊法 条例仅开除党籍就有45项 习近平想用这些中共家法像绳索一样将9500万党员捆起来 让他们不敢妄议朝政 不敢贪腐 只能做党奴 但结果适得其反 既然动辄得救 这些本无政治信仰的官员就干脆懒政 戴政 只动口 不动手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第五 中国潜在的巨大反抗力量 有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官方无意识地培养了七种反对力量 这些反对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 都是这些年维稳和高压弹压导致的 第一种是 这些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 最大的估计数字是六千万 少说也有三千万 三无农民就是没有土地 没有房基地 房子也被拆了 又没有工作 整个流民的主体部分就是他们 这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 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处在社会最底层 艰难的生活 这部分人要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是非常大的 只不过他们是农民阶层 没有组织 一旦被其他组织 其他政治势力所裹挟 这部分人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 第二种是近年军队的复转军人 他们的遗留问题非常多 复转以后的待遇问题 很多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第三种力量是宗教反对力量 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地下教会和宗教组织 也包括民间的佛教道教组织 这些年也都是受到了高度打压 第四种力量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势力 第五种力量是这些年来 由于各种各样的强拆 各种各样的法律官司冤案 以及下岗补偿不足 带来的福在社会中间层的上访人员 第六种力量是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 这些人是新兴的80后90后人员 网络技术很好 现代意识很强 未来会形成很大的 像茉莉花革命中那样的冲击力量 并成为它的主体 第七种就是知识分子 没有哪一朝代能把左右两边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 除了拍马屁的少数人之外 整个知识界左翼也说他们不好 右翼也说他们不好 一个执政当局居然让整个知识界都批评他 而且持续批评的力度越来越强 这是前所未有的 冯崇义从另一个视角描述了 中国反对习近平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群体 他认为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 特别是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六路人马 一直以力所能及的方式 对习近平红二代的倒行逆施和复辟回朝 进行顽强的抵抗 一是自由知识分子或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 尽管他们的沿路受到更多限制 但仍然为宪政民主事业继续发声 追求自由权利和社会公正 传播宪政理念 抨击专制腐败 探讨转型路径 二是党内民主派 尽管终于失去了炎黄春秋和共识网最后两个集体言论平台 他们追求宪政民主的理想目标更为明确 仍然一方面化整为零 各自为战 一方面转变为潜伏力量 待机而动 三是民运异议人士 他们在国内的活动空间几乎全部丧失 但仍然高举着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的旗帜 坚守着海外阵地 并保持与国内民众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是基督教自由派 以及崇尚宗教信仰自由的其他人士 五是维权律师 这几年 他们成为中共重点打击对象 但并没有被打垮 抗争的队伍 在法律共同体及其他民众或民或暗的支持下 更加壮大 特别是709律师和他们的支持者们 勇敢面对党国系统严酷的打压 临危不惧 处变不乱 六是草根维权人士 他们仍然顽强的战斗在公民维权的第一线 既有人无可忍实 奋起与中共打手正面交锋 也有采取迂回策略 进行缠斗和软抵抗 即便是面对中共严苛的青网摧残 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理念的微信群 遍布网络 当下中国这六股自由主义群体 已经形成了无形的自由民主大联盟 七 习近平时代的落幕 第一 习近平结局 我的看法是 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 掌握军权 退居幕后 第二 被罢处 向蔡霞所言 中共党内改革派逼宫 如任志强所言 再来一次抓捕四人帮 让其交出权力 第三 死于非命 第四 习近平长期执政 就目前局势而言 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较大 但即使习继续执政 也不能排除之后发生前三种可能性 即使习再执政二十年 他也终将老去 陷于接班人危机 习执政时间越长 中共崩溃的时间就越快 第二 中共结局 冯崇义认为 党国没有红三代 极权党国无法传承给红三代 无论红二代们如何折腾 革命政党在暴力夺权后实施一党专政 迄今没有连续执政达到八十年的先例 在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几个政党中 苏联共产党从1917年政变成功 到1991年苏联解体 执政74年 中国国民党从1928年一统江湖 到2000年中华民国在第一次政党轮替中下野 连续执政72年 朝鲜劳动党是1948年上台 中共是1949年上台 这两个政党虽然苟延残喘 能突破80年大限的机会很小 蔡霞认为 中共不是铁板一块 她从1986年起在中共党校系统工作 30多年与中共中高层官员的接触经历 至少有60%至70%的中共中高层官员 是了解现代世界文明进步趋势的 他们懂得只有民主宪政政府 才能使中国长治久安 才能使自己获得人权保障与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 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是认识到美国的善意的 中共貌似强大 但这个改良的新极权主义专制政权内部是相当脆弱的 中共有恶龙一样的野心 但只是个纸老虎 在某些情况下有许多因素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局面突变 甚至政权的坍塌 她认为这些因素包括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例如高水平的负债率 其虚假浮夸的意识形态宣传与真实现状之间 其在市场与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分配双轨制 其不断扩大的社会贫富悬殊 其持续不断的腐败问题 其最高权力继任方面的激烈内斗等 内在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冲突 习近平的过分多疑和狭隘猜忌 导致其在内部不断清洗异己 这些带来中共内部中高层官员的极度不安全感 以至于人人自危 目前有两种观点需要注意 一是反习与反共的问题 二是支持习近平连任加速中共灭亡的问题 反习阻止其二十大连任与反共并不矛盾 因为反习本来就是反共 阻止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势必会撕裂中共统治集团 中共新统治集团要维持其统治 必须对中国人民的宪政民主呼声予以回应 重新返回后极权主义时代 并最终在人民的压力下走向民主自由 这个过程可能是改良 也可能是颜色革命 甚至是暴力革命 其次 有很多民主人士将习近平称之为总加速师 认为他的瞎折腾 对中共的统治起到严重的破坏作用 并由此认为应该支持习连任 让他加速中共的灭亡 这个想法看似有理 但忽视了习近平的加速 不仅会让中共覆灭 也会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 如果他悍然军事攻击台湾 甚至疯狂动用核武器 如同今天普京的叫嚣一样 2300万台湾骨肉同胞将会生灵涂炭 结束中共极权暴政 我们需要信念 勇气和智慧 全文完 以此在将其他处理 甚至统治起来 有尽量的统治起来 有尽量的统治起来 我们可以用尽量的统治起来 今天